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个方面来说 在和世界政府交易的层面 红发和世界政府的关系 可能就如同曾经的民歌和世界政府的关联 只不过从实力而言 红发是在七五海民歌之上的死黄 而他的交易对象 也直接上升到了世界政府之上的吴老星这个级别 那么好说回来 红发和世界政府以及吴老星的 具体交易项目又会是什么呢 从361期海藏专题 我们护士的红发 不但得到了罗杰的草帽 还得到了罗杰的配套来说 有关拉夫德尔和大秘宝的一切 他就完全有可能 已经从船长罗杰那里继承了过来 而不同于雷里等人的闺女 红发在罗杰死前 很有可能就接受到了 来自罗杰的一个医院 那就是守护拉夫德尔和大秘宝的任务 而红发在罗杰死后所拥有的这个 总比我前面来说 就是不让大秘宝 被其他海贼轻易得到的目的 和守护者的任务 也就和世界政府包括吴老星 也希望大秘宝不被发现的目的不谋而合 也终于一直以来 我们所强调的 不管是红发还是吴老星 双方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在维持世界局势的平衡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红发向世界政府提出 这后会替世界政府和吴老星 把守拉夫德尔的最终关卡 以为了更好地维持 世界秩序的提议后 双方的交易可能也就会达成 而接下来就是红发 就和罗杰委托下 拉夫德尔守护者的可能的最终目的 那就是在守护 拉夫德尔之前的最终关卡 保证那里的大秘宝 不被世界政府 以及其他死皇 包括即将复活的尔克斯 这下同治世界的势力得到 进一步回出来说 红发向世界政府 交易背后的最终目的 可能就是确保 大秘宝最终 被值得拥有他的人获得 而那个人也就是在 他的海装养成游戏中 已经长大成人的藏帽卢飞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装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